你好 欢迎收看中天晚间新闻 我是刘韩竹 首先呢我们马上来看一个最新连线 这是一名女子骑着汽车载着爱犬 经过南投竹山工业区旁边的十字路口 违规左转 撞上了对象的白色小客车 没想到呢 这倒地的女骑士爬起来之后 竟然先是去追塔跑掉的小狗 我们立刻连线给记者徐一玲 好 透过监视器画面你可以看到呢 当时这名女骑士先是违规左转 对象叫车指使而来 两部车发生擦撞之后 女骑士整个被撞倒在地 还翻滚了一圈 那么她呢起身的第一件事 竟然不是看自个儿有没有受伤 而是赶快去追心爱的小狗 独留呢自己的机车 以及汽车驾驶在原地 让路人看了相当的错愕 我们来听一下民众的说法 狗是他的小孩吧 他把他当成小孩吧 狗比较重要 很不可思议啊 怎么说 就应该照道理先保护自己的小狗的人嘛 为什么 追小狗 好当时另外呢 就发生在南投竹山工业区旁的 一个十字路口 那么其实呢 内侧车道有进行机车的警告表示 但是女骑士呢 违规左转才会发生车祸 那么最后呢 还不顾自己有没有受伤 反而直接跑去追 受到惊吓的小狗 让人看了苦笑不得 以上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交还给鹏内主播 好 谢英灵的连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